Hello 大家好 我是帕帕 我今天已经是得流感的第五天了 看看你的床 也挺豪华的嘛 不差呀 因为睡在房间实在是风有点大 所以最近都睡在沙发上 我们花了1250英镑 结果我们睡的是沙发 就房间的那个窗户 还是要找时间去把它收拾一下 然后应该要贴成塑料膜 在那个窗户上 去看看它怎么能 就稍微挡一挡风 然后我穿的还是不是还挺暖和的 很那个UK style 我那个常常之前 就以前看到人家采访英国人或美国人的对 然后就看到他们怎么都穿着 像睡衣的在路上走 你自从买了这件之后 就觉得跟他们很符合 你看这什么鬼 在国内冬天也会穿厚睡衣的好不好 在上海也会穿 感觉有没有好转呢 有一点吧 就至少咳嗽的没有那么厉害了 然后喉咙也没有那么那么痛 还是很难受 你的眼睛好肿哦 嗯 因为昨天一直鼻子酸 眼睛酸打喷嚏 然后今天眼睛就肿了 今天眼睛还特别怕光 哦 现在真觉得健康真的太重要了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怎么突然就 暂色了 今天拿到了从网上订的那个核酸的自测包 准备再来测测看 哦 这一个感觉是 这我们有付钱吗 没有的 要记得 不用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就在网上申请 苏格兰是免费的 其实大家不要看 苏格兰跟英国兰是一个国家 但其实他们很多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苏格兰就是会给女性免费发放卫生棉 然后就会在那个各种公共场合的那个厕所里面就会放着 苏格兰就有 英格兰没有吗 英格兰没有 然后这个自测包也是一样 就是苏格兰就是免费的 就直接在网站上申请 然后他就会那个皇家邮局就会给你配送上的 我昨天上午订的 然后他今天中午就送到还是蛮快的 他上面还贴了一个快递单 这个快递单就跟国内那种很像 然后里面一次是给七个 但如果你急着用的话 你也可以去BOOTS买 就是那种料店 那就要钱啊 对买的话就稍微贵一点 大概几块拎包 然后买几个 生病归生病 饭还是要吃 日子还是要做 你说对不对 嗯 你看 我们今天又要煮饭了 中午吃牌 中午晚上今天要吃牌 今天好想吃面 面条 我们家这边有 买了几包 这什么 土豆粉啊 这他算面条 这不算面条 对 因为他不是粉 反正差不多嘛 怎么你们男朋友就是 总是把粉掉成面条 谁觉得真的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是粉不是面条 煮个饭还要看这个剧 这什么剧啦 你喜欢看古代剧哦 我不喜欢看古代剧 我喜欢看现代的那种 古代离我太遥远了 你干嘛 凉铁温呢 就是这个窗户哦 你不要看它是关的 你的手放在这边 完全完全可以感受到它的风 直接进来了 太扯了 这不知道是怎么做的窗户啊 怎么会不会会透风好奇怪哦 这质量真的是太差了 怎么会透风进来 当初怎么设计的 这是干嘛 煎豆腐吗 煎烧豆腐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爱吃豆腐 要补充蛋白质 你是天生爱吃豆腐 还是为了补充蛋白质 都是 你看看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我最爱吃到 等一下 煎烧豆角 豆角算贵吗 其实我觉得 嗯 算吗 也不算哦 这一包大概一pound 大概也就是多少钱 八块 三张有两个就一只 哦应该也没有 对那么少 你看看 才80克 然后我们都是在中超买的这种酱油 蚝油 油就是当地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么少酱油哦 吃健康的哦 对 对 自从来到了英国我就没办法实现我的饮料自由 我发现最便宜的还是我的Apple juice 一块 一点一点一点三 一点三就可以买到了 还是Apple juice最最划算 但我跟你讲哦 他们这边不管是什么样子 这种铝箔包啊 或者是罐头的 他们过期的超快 他就不像我们就是罐头打开了 其实过个三天还不会坏 这边基本上 过到隔天不会坏都已经算很难了 所以这种买了一定要尽快喝掉 不然的话很快就臭生了 直接臭掉 你像外面啊 卖饮料一杯差不多五六块英镑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我还没有买过 我想下次去买一下 但是很明显的 不能实现我的饮料自由 你看我们就算个 五块英镑 两百块台币 四十块人民币 太贵了 我都觉得上海的 那个 一丢丢一点点都已经够贵了 大概是台湾的两倍吧 这边更贵了 完全没办法实现 而且这苹果汁超酸的 没办法 再像以前 每天至少喝一杯到两杯 我在台湾更扯 我在台湾一天可以喝六杯 你现在这边 每天一罐这个可以了 我们要开始吃饭了